南京星期五清晨有大廈起火 至少15人死亡 44人留院治疗 其中一人危重 一人重症 现场是雨花台区 名上西远一栋大厦 当地消防在清晨4点39分接报 20几架消防车到场 在早上大约6点将火救息 根据当局初步调查 摄氏大厦地面架空层 停放电动单车的位置起火 引发火灾 有住在二楼的居民说 火势蔓延得很快 据了解 这个小区2019年曾经发生火灾 而摄氏架空层有专用充电设备 停泊了不少电动单车 位置就在一楼单元门旁的走廊 事发前有人投诉过 涉及消防隐患 小区 感谢观看